哈喽哈喽,好久不见 哎呀,现在呢就是天气非常的好 我呢就是每天和老公出去运动啊 然后走一大圈围着尖桥 现在呢是一个旅游旺季,真的人山人海 空气是非常的好,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 所以我经常在随手拍下来一些风景,挺好的 哈喽哈喽哈喽,好久不见 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嘛 现在就是在国王学院那里有一些抗议的 然后弄着帐篷在那里的一些人 就是支持什么巴勒斯坦的这些人啊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 他们都戴着口罩遮住头遮住脸 然后有人采访他们 就是有电视台的呀 或者是上一次我看有一个议员去那里 问他们有什么诉求 不管是对哪一方 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 没有人说话,很奇怪 因为一般的抗议都会 蒙脸的不算太多 就算你蒙脸,如果你有什么诉求 你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以能不说话 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叫什么 宗教信仰的人 就是这边的人嘛 我在想为什么要 那么严严实实的 因为有的时候是有 他们也是有组织的 有的人会让别人不要说话 因为这种 这种就有点像人怀疑 让人怀疑就是好像 有人出钱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哎呀,就是说 我不太喜欢 现在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然后在那么有千年历史的 学校旁边 然后弄得乱七八糟 大厦风景 哎呀,不过天气很好 去玩玩倒是挺好的 然后这一段时间呢 有英国有一个新闻 是一个老师 他睡了两个年轻人 青年,就是未成年的 15岁的男生 他的学生 两个 然后这个老师呢 然后28岁 28岁 他被逮捕了 在英国呢 就是不管你是男的老师 还是女的 就是你只要是你睡的人 无论是对方 是愿意不愿意 你只要是未成年 就被逮捕 要判好多年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在想说 哎呀 这个他一个 其中一个男生呢 说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在15岁 就已经有 这个性经验了 然后 当时是一开始 这个女的 这个老师 已经被抓进去 一次 跟第一个学生的时候 被人告了嘛 然后保释出来 他又和另外一个男学生 在一起了 而且还怀孕了 哎呀 很搞笑哎 哎呀 特别无语 然后我一看 这个老师说 他28岁 他刚结束了一个 就是时间比较长的一个 恋爱嘛 王仔想说 感情空虚的时候 而且是这些学生 给他们发了 给他发了 这些学生呢 这男学生 正好是青春期嘛 然后对女 就是也说是经常看那些 黄色的影片 色情片什么的 然后给老师发一些 Liot的 就是很 Liot的这种 这种调情的话语 知道吗 所以这老师说 他在空窗 就在伤心的时候 刚结束一段感情 然后他们学汉温呢 就是对他很好啊 或者是喜欢他呀 就是让他动心了嘛 哎呀 我在想说 为什么这边 这种情况比较多 因为女老师 睡男的学生很少 一般都是男的老师 做这个事情 反过来呢 呀 这种很少见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呢 就在亚洲的一些国家 比较少有 但是比较少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觉得在国外的 这个未成年的学生啊 长得就很像成年人 身体发育啊 也是人高马大的 你完全都看不出来 他们是未成年 就我我也看不出来 但是在有一些 亚洲的国家呢 这个未成年的 十五六岁的 十四五岁的 看着他就是个 未成年 就是小小的 就是没有那么 高高大大的 像一个 男 大男人那种 所以 我在想说 可能这个区别吧 我现在呢 我的 我现在在说说 我自己的这个 我的仓鼠 妮妮 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公还是母 上我上网看了吧 有的说公的吧 那个有蛋蛋 有一个很大的蛋蛋 但是我这个还没有 但是呢 又有人说 他还小 要过了青春期 才看看他勇士 到底是公的 还是母的 他那个 有好几个 那个乳头啊 就有点像乳的 那种乳头 我还拍了一个 他的正面照 然后 我也不知道 是公的母的 真的到现在 然后呢 他就是现在 一个月多一点了吧 一个月十几天了 然后他现在非常喜欢 我每天晚上 就是从笼子里出来 然后让我抱着他 他去玩土 我准备了一桶土 让他钻 所以钻洞啊 是那个仓鼠的 一个天性 所以他每天晚上 就盼着 就玩土 都不想吃饭 进去笼 送他进去笼子 他又出来 他弄干净了以后 又出来 还要进去 所以每天晚上 几乎就玩一个小时 来让他进去笼子 然后呢 笼子呢 我也是时不时 给他清一下 就是我现在 给他弄的这个 笼子 这个呢 现在换成一个 大的跑轮 小的呢 他就是 这种的比较小嘛 这种的 他会腰 会受伤 就这样的 之前又买的 那个水瓶 水瓶 他推倒了 我就换了个这个 他也会喝 然后这个是 他的厕所 然后就这样的 然后这下面 还有个小房子 他喜欢在黑黑的里面 然后这个 他就看到心情 有的时候就住在这里 有的时候会住在这里